各位早上,欢迎失礼今早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梁丽丽 先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可以记得到 华南沿岸地区整体云量都很少 我们预计今天都会见到好阳光 而至于气温方面在今早早6点 市区气温普遍都是在21-22度左右 而新界受到辐射冷却所影响 所以普遍来说都低2-3度 我们预计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后风 会在今天逐渐影响着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稍后的时间 知道周末期间风势都会很大 所以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会是这样 就是大致天晴日间会是干燥 最高气温会上到25度左右 而风方面就会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 稍后离岸和高地会吹强风 而在接近那几天天气 我们就预计受到大陆气流所影响 所以下个礼拜初的时候 天气仍然是持续的天晴干燥 所以在展望方面 我们就预计周末期间风势会是颇大 而去到下个礼拜初的时候 到时天气会是持续的天晴干燥 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身体 今天天气就讲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愉快的日子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